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乾杯 又到了這個好事多的開箱時間了 今天我們開的在桌上這裡 對 有五款 第一個要開的就是這一個 牛肉泡菜豆腐寶 牛肉已經在上面了 有看到那個人臉的就在上面 大家聽到什麼是人臉的 然後人臉的就是 在外面看起來很漂亮的 還要讓你挑選把漂亮放在上面 那這個牛肉你就當然是 搶那個油花瘦肉 就是分布稍微均勻一點 應該就會比較好吃 然後第二個要是這個 這是小菜選的 它是70條 然後它這上面有寫48條 所以如果它不好吃的時候 會很慘,因為有48條 只要請大衛王軍團來家裡玩 48條 希望它會好吃 然後第三個就是這個 提拉米蘇蛋糕 然後還有這一個 布里歐麵包山入 不是帕吉歐嗎 布里歐 然後這個今天買的時候 剛好有遇到那個現場有試吃 有試吃的覺得 好像還不錯 所以買回來吃 把它烤一烤 對,就要直接帶回來了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這個 柳丁百香金軒 希望這個金軒不會讓我們失望 因為看 那一次吃的是 那個 那個什麼 老人寄的不 不,我吃了覺得不好 我就不會再想去寄它了 對,丟掉了 其實它那個應該要配 可以氣泡水 要不然叫冰開水 我還有加牛奶 如果比較甜的都是這樣做 但我希望它是直接就是 因為它是金軒 我就有茶的話 應該那個甜度會不會稍微降低 其實我是喜歡有茶 待會試試看就知道了 好,那我們今天總共開這些 就來試吃吧 好,來吧 好,那我們就先來開這個 乳酪條 對啊 這是我蠻期待的 小菜喜歡吃乳酪 就害怕它 氣勢 來,像這樣 喔 所以它是這樣 我一次 要清洗嗎 拿個機關槍來上糖 有點像喔 它是Mazarella 三落條 所以它48條是這樣 12入囉 12入4條 這樣分裝不錯耶 吃多少拿多少 對 就跑出來了 然後它還可以這樣 試開 看起來不錯耶 那味道如何 試吃看看就知道了 它好像有點鹹 可以啦 其實都可以有一點點鹹 它這邊有鹹辣含量嗎 205毫克 205毫克 它是這樣 一條嗎 一份 一條 所以它含量還蠻高的 今天如果吃12條就會超過 12條超過 因為2400 沒有 其實如果 我們還會吃別的 對啊 還會吃別的 所以 這個就適量吃吧 一天吃一條 當點心不錯 所以這48條可以不用擔心喔 應該是不用擔心 可以自己做變化嗎 待會兒我們有布里歐麵包 或許可以試試看 好 把它撕成一絲一絲 然後跟著麵包一起烤 好 那就來吃麵包 吃麵包嗎 好 接下來我們開這個 布里歐麵包山路 198歲 一個是66塊錢 66塊 我覺得這樣好像看起來還不錯 這樣一組 一組66 它好香喔 打開有三組 有 它這種布里歐麵包 就是它是那種高油糖 高油糖 麵包 口味應該是不錯 但是熱量應該也很驚人的 就是那種牛奶麵包 下面馬上看到那個油 沒有 它應該叫奶油麵包 那這個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切成像這樣 像吐司的片狀 像這樣子 那你要土果醬也可以 但我覺得其實它的奶油香很濃 可以直接這樣吃吧 直接這樣吃就好了 好那我們就順便烤一個 有加起司司的 起司司馬上派上用場 再烤一個正常版 正常版 好各位 好了 這個是有起司的 這個是一般的 好來試吃看看 先吃這個原味的 這還不錯 它那個奶香味有 而且整我覺得還蠻均勻的 因為烤鍋的關係 吃起來外面也會酥酥的 一定是斷 對 好接下來我們就吃這個 這個剛剛的起司 我加在上面 它那個融化的效果 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因為我看它是 好像是血蠻乳涼的 對不對 它是好像不太被拉絲 它就比較乾 比較乾 不過這樣 這樣搭配的吃我覺得也不錯 也可以 可以 對 因為有那個起司的味道在上面 鹹鹹濃濃的起司 再加上這個麵包 就是我又會想要再抹一些奶油 三個合在一起 肥死了 就是這樣才會散膏啦 它會很肥喔 所以這一款不理歐麵包 我覺得那還不錯 這個下次我還會 比較會胖 比較會胖 對 不錯 那我們吃了麵包之後 就來喝果汁吧 來喝這個 去嘎 可以這個 我覺得它這個 顧里歐麵包 它烤完之後 底部有一點像那個羅宋 因為他們都是屬於那種 比較剛奶油的麵包 對對對 感覺有果粒啊 這個好像很濃的感覺 有那種柳丁的果粒 大家看一下 它這側面也是這樣 其實感覺好像那個果粒還蠻濃的 我來喝看看 這個也是那種甜又濃的 如果說家裡有綠茶 還是說氣泡水 我覺得再加點氣泡水綠茶 這樣會不會那麼甜 而且我覺得會更剛好 對 不過它這個 我覺得它這個 比上次的那個 羊汁甘露還要好喝 各位來了 我這一壺是那個冷泡的香片 所以我茶 無糖的 茶再多加一點 喔 那我這個是氣泡水 它好氣泡喔 對啊 然後2比1吧 氣泡水1 果汁2 這個加氣泡水會比較剛好 真的嗎 你喝喝看 你喝喝看 而且會有那種 的那個感覺 而且它果粒還蠻多的 氣泡水比我的茶葉還 還好喝嗎 還搭耶 還搭齁 我剛剛喝茶葉了 這也是不錯 這樣甜度降低啊 但是那個茶的味道提升 其實我覺得這樣也是不錯喝 但是這個比較有刺激感 對對對 它這個啊 如果你一般喝飲料 你喝全糖的人 會覺得沒有問題啊 但是如果像我是喝3分2分 小菜是喝無糖的 我們就會想要加這個 但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它果粒真的超多 果粒還蠻多的 好 那 接下來我們 要吃什麼 要吃什麼 這一個 喔 牛肉泡菜寶嗎 泡菜豆腐寶 喔 這個看起來不錯 我這個要煮囉 我們去拿那個工具來準備 所以各位來 我們開鍋了 開鍋開鍋 我們先打開它 好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到底長什麼樣 因為在賣場大家看到的都是這樣 我們每次是能看到這樣 小菜 給點力 哈哈 它很緊 這個好 這個就不會被偷偷打開了 喔對 好 那它這個裡面有蛤蜊 我看蛤蜊的時候 我靠出來 為什麼 為什麼 它包這樣我覺得是不是沒有拖刷 對 它上面有寫蛤蜊要吐殺 哪裡 哇 各位看到了 加蛤蜊虛吐殺 我現在要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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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 再等你兩小時透霜 那要不咱們就不加蛤蜊了 蛤蜊的味道大家應該都知道 喔 對啊 我覺得這個這樣不行啦 這個 怎麼可能為了吃你這幾顆 然後我要煮的時候 我還要去吐殺 吐個兩三個小時 不過它的鍋屋一向都是這樣 對 就是要先自己吐殺 所以吼各位 你如果這個我們開了吼 你知道你下次你可能回來 你自己要先吐殺 先去把它打開 先把蛤蜊拿出來吐殺 對 好 那我就要來煮囉 好 各位我們裡面整個給它拆解出來了 這裡就是 大概是一盤的肉 然後它這個地方有兩個香菇 然後菜 這個菜跟這個是一起的 洋蔥 豆腐一大塊 還有年糕 跟金針菇 嗯 那這邊是一個泡菜鍋 泡菜鍋 湯底這樣 對 那要加200cc的水 好 那我們就直接加200cc的鞋 200cc的鞋 把他煮起來 把他煮起來 你有一點烙 哈哈哈哈 不要抓我的語病 200cc的水把它煮起來 對 好 人非聖賢 誰不會烙烙 哈哈 好 哇 各位 好了 好了 就這樣整個煮的熱熱的 對 馬上來試試看 好 各位這樣是感覺熱呼呼的 好像還不錯 這一把 我剛剛照那個比例就是加200cc的水的話 我覺得那個湯有一點鹹 所以我有再多加一些 他以往的比例啊 喝起來那個湯頭都有點淡 但這次的那個那個比例 他的湯頭是有點鹹 嗯 不過像這樣變成我覺得 鹹度很比較方法 但是好像泡菜的味道 就稍微淡一點點 嗯 我覺得他這個泡菜是那種老泡菜 就是發酵比較久的那種 嗯 吃起來就是一個很中規中矩的泡菜豆腐寶 對 沒有說很突出 但是 也沒有說不好吃 嗯 不過像這個我覺得如果說要吃這個 你可能可以把它當作一個火鍋湯 自己再加其他的料 對 吃起來比較豐富 泡菜的話我覺得那個 超市啊 加熱腐全年他們都有那種泡菜的 整罐的 你也可以買那個 直接就是買回來 自己弄就好 加高湯 然後加點愛吃的蔬菜跟肉片 就是也很方便弄 不困難 不過我覺得269這樣可以啦 嗯 牛肉片如果平常你買的話 這樣一盒也差不多要178吧 嗯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各位 我覺得你不用抱太高的期待 哈哈哈哈 好那我們這個吃一吃 我們再來吃甜點吧 最後的甜點 各位 來最後的甜點了 提拉米蘇蛋糕 然後他這個是多少 228加加11塊239 哦 那有什麼感覺它一半 一半一半一半 噢 它可可粉受潮啦 嗯 離開冷藏 那你稍微有一點室溫放到的時候 它有一點水氣就會濕濕 就會濕濕的 這還蠻正常的 嗯 各位看一下 下面就是長這樣 嗯 然後呢 它的這個厚度 下面也還有這個 算巧克力醬嗎 下面就是有海綿蛋糕吸那個咖啡液吧 中間這白色應該就是那個 那種起司 跟卡士達醬嗎 吃吃看就知道了 嗯 好 來 這個買回來的時候可能就整盒挖著吃了吧 嗯 是不好取出來的 有一個海綿蛋糕 特意要讓大家看一下 就說它挖起來是大概長怎麼樣 這個的側面比較清楚 這個側面比較清楚 欸 給大家看一下側面長這樣 啊 中間還有一個線 卡士達醬吧 239 其實還蠻便宜的耶 它有兩層的還有海綿蛋糕 吃起來感覺會比較有口感 但上面的巧克力吃起來就覺得還不錯 有點微苦的那種深巧克力 噢 噢 就這樣 而且其實這樣一塊 很大塊 我覺得它的這個搭配啊 挺好的 整個提拉米豬吃起來不會太甜 然後最底下的咖啡 味道也蠻濃的 那加上最上面剛剛乾杯提到的那個可可粉 有一點微苦 中和起來我覺得是蠻好吃的 我覺得像這種甜點喔 只要不要做太甜 就 會很不錯 就80分了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有些甜點 都做太甜 蠻意外的耶 這一塊提拉米豬我覺得蠻好吃的 真的齁 比剛剛的泡菜 泡菜飽好吃 哈哈 我覺得這次齁 我們今天開的有幾樣 五樣 五樣 其實我覺得這大部分都不錯了 但是就是那個泡菜豆腐飽 我覺得比較小失望一點 普通了一點 對 比較普通 不過我覺得那一包蛤蜊 這個真的是 太不方便了 真的很建議下次就是先把它塗沙塗 大家買回來的時候 直接可以下鍋這樣 其實的部分我覺得也是挺方便 它這樣 你要吃多少 慶祭 對啊 你要吃多少 你就猜多少 其實我覺得這樣包裝其實還蠻方便 這我覺得當小朋友的下課點心也是可以 所以乾杯最喜歡的也是哪一個 最喜歡的喔 其實這是我最喜歡的應該是 其實我覺得這三個都不錯 喔 那妳咧 我喜歡提拉米蘇 妳喜歡提拉米蘇 對 好 所以各位那個 大致上我們今天開箱最五款就是這樣 嗯 大家可以自己評估一下 好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下次會買什麼呢 不知道 對啊 我看到什麼 買什麼 不要吃了 想不吃看 我就要來吃看 嗯 好 那就下次見了 拜拜 我們今天在那個現場賣場啊 還有看過有一包那什麼起司啊 綜合的70塊 被人家拆開 撕開在那邊 小菜還很熱心的幫他把它撿回去 我說你直接跟那個 工作人員 跟工作人員講就好了 嗯 那不知道是被可能是被小孩什麼給他撕開了 知道了 對 不要這樣啊 對 不要這樣啊 我們觀眾絕對不會啦 那一定是小孩 我們觀眾都是成熟成年的人 嗯